你好,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 我是小林 这段时间我在用ChatGPT的过程当中 发现会经常出现调遣的情况 每隔个一两分钟不去用它 那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爆错 我们需要重新刷新界面之后 才能继续使用ChatGPT 那么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使用体验来讲 就太差了,非常的浪费时间 很多不清楚原因的小伙伴 还以为是账户出了什么问题 吓得都不敢用ChatGPT了 那今天这些视频 我们就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样避免ChatGPT频繁掉线 影响我们的一个使用体验 在这里我也来先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原因是因为ChatGPT背后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Clorida Flyer 我们一般在国内都会用魔法上网 那如果时间久了没有和ChatGPT交互 这个Clorida Flyer就会以为你掉线了 所以需要重新刷线界面 才可以进行连接 那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想办法 让这个Clorida Flyer知道我们一直在线 那这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插件 它的名字是ChatGPT Hot Beat 这个插件 它的原理呢 就是让页面一直保持心跳 让这个Clorida Flyer知道你没有掉线 那么它就不会断开你的链接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它是怎么安装和使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没有安装这个ChatGPT Hot Beat的效果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界面大概是隔了一分钟左右 没有跟ChatGPT互动 那我现在给它发消息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报错 上面声音问得乱 那我再刷新一下 它同样的话还是这样的报错 等于说我还是要去刷新在这个界面 才可以跟ChatGPT重新进行一个恢复聊天 OK 但是呢 每次刷新之后呢 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打开一个新的聊天窗口 那我还要在这个左侧 去选择刚才我聊天的这条记录 那才能恢复到这个窗口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来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安装这个ChatGPT Hot Beat 来保持我们这个对话一直在线 避免每次重复去刷新这个聊天界面 那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安装这个油喉插件 像我视频的一些老粉丝的话 应该这个插件都已经安装了 因为原先我们视频当中用到的一些功能 也是基于这个TumbleMonking 基于这个油喉插件去实现的 待会这个地址我会附到视频的下方 首先的话我们是把这个插件安装到这里面 安装到谷歌浏览器里面 安装完成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右上角看到这样一个图标 TumbleMonking 那这里就代表你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其次的话 我们再安装这个ChatGPT Hot Beat 就是这个链接 OK 我们访问一下 好 然后点击这个安装 因为我这里已经安装了 所以它会显示重新安装 OK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在这个油喉插件里面 这个管理面板 我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安装成功 这边会有一个ChatGPT Hot Beat 那代表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需要打开它 好 那到这一步 我们需要的这个基础支持的组件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要去检查一下 这个插件它有没有在运行 那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对话窗口 点击这个右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检查 这里先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网络里面 去搜索这个下滑线SSG 后面是这个点击S这个文件 那这个插件的原理呢 就是说 它会每隔30秒去运行一下这个点击S文件的后缀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在执行了 每隔30秒 它就会去执行一次 OK 又执行了一次 那这种情况下就代表这个插件已经安装成功了 并且已经成功在运行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随机切换一个窗口界面 然后在这边等个两分钟左右 那这边因为我是拍视频 我就直接快进 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界面 我现在是已经等了两分钟之后 那我们再来给它发一个消息 看它是不是还是在线的 OK 好 它是正常在线 并且给我进行了一个回复 那这个就是 关于这个TrackGPT 还有Beta的一个应用效果 可能有效的防止 我们时间久了 不去用TrackGPT 然后掉线 那可能会有小伙伴 担心这个插件它是不是安全的 插件里面有没有这个后门 或者说用这个方法 会不会导致这个TrackGPT去封我们的账号 这里我们也稍微做一下说明 我们先来到我们这个安装好的这个脚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我们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把它丢到TrackGPT里面 让它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段代码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这段代码主要是实现了一个 自动刷新页面的功能 它会定时刷新 然后它会周期性的发送一个请求 就是这个GS文件的链接 总结的话就是说 这段代码是一段比较复杂的 自动刷新页面的功能 我们再来问一下这段代码 它安不安全 它告诉我们讲 这段代码本身是没有明显的安全漏洞 也是没有后门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代码安全性的问题 或者去获取我们一些聊天记录的问题 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最后它是说我们想使用这段代码 建议是可以在可信的环境下使用 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它只是说在后台帮我们进行一个页面的刷新 让我们的这个状态保持一个在线的状态 这个就是代码的一个实际作用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插件的代码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备注 它是说从原理上来讲 这个刷新是针对静态支援的 这个部分是由Coleta Flyer 它负责处理的 其实是没有这个接触到这OpenAI的 所以相比来讲 它这个插件是比其他方案更安全的 也不会容易导致封号 那这个我目前自己实测下来 因为我也用了好几天了 包括我用普通账号也试过 用这个Plus账号也试过 目前这个都是一切正常的 相对来讲 我觉得这个方案 站在一个技术的立场上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大家也可以这个放心的去使用它 那另外的话 如果是说你觉得这个30秒时间太短 我们也可以去更改这个刷新的时产 回到这个QRGBT Hard Beta 点击这个编辑 我们去搜索这个参数 在这边可以找到它是有一个默论数字是30秒 然后是每隔30秒去刷新一下这个GS文件 那如果你想改长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60秒 那完事以后去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这个界面 那它就会按照你刚刚所设置的每隔60秒去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根据你实际的一个需要去更改这个市场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